騰訊會比較好一些 《九個八八》近來都強了 老老實實 他真的有一點反向指標 有些出名的人士爭持 是的 可能是《邦格》 不過《邦格》也爭持了很多 爭持美股 以及已經爭持了很久了 不知道是不是現在才能反映到 不過有些他有一點獨善其身 他始終不是跟騰訊有關 那些錢好像是在沽騰訊和他旗下的公司 所以那些錢又是不是會拍到9988呢 這個都可以留意 不過我都不是建議大家買的